旗美北部罐是台南非常有名的經典志義 是去他們很多觀光客人來這裡去投 當時在旁邊都會說 也有很多嘉賓會帶我們的小朋友來這裡去投 現在市府的文化教要在都會公圈 來開啟新的特色優遇区 市內有委託也親身出席的主持黨港電禮 有定說在年內進場可以開用 為在旗美北部罐旁邊的台南都會公圈 是當地重要的親自休閒空間 市府文化教為了提供經過數學的環境 將新建設的特色優遇中 並結合旗美北部罐的藝人特色 搭著最有藝術分裂的特色優遇 以前古板兩套電禮 市內委託也請主持主持 期待完工後可以成為最有特色的親自行景點 旗美博物館提供許多好的idea 再包括把旗美博物館的館場 或者是一些藝術文化的概念 融入到我們的這個共榮市公園的遊具 以及它的一個造型裡面 因此我覺得其實這個有別於其他的 共榮市公園以及特色公園來講 這部分更多的藝術文化的元素在裡面 我相信將來這樣新的共榮市公園落成之後 一定能夠跟周邊的旗美博物館能夠 互相融合也能夠成為一個地景的一部分 現在台南雖然有幾個特色公園 但家長也是期待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特色公園 讓大人跟小孩有更多的選擇 台南的特色公園目前感覺就是港兵大船 比較有特色然後小孩子比較有挑戰性一點 那這邊剛好文化局還有搭配晴美博物館 有這個經費還有這個場地真的非常適合 然後又具有美感又具有挑戰性的遊具 很期待年底可以完工 讓造福台南當地的家長跟小朋友 不用再跑屏東跟高雄了 希望台南可以有越來越多這類的特色公園 共融遊戲場可以出現 這間的港兵中的保留現場的手部 當時才做不中的路線 金隔港兵經費大約2,800萬 尤其在年代前來完工 記者國伯伊林哲哭 採用不得